APEC领袖会议台湾代表张忠谋 在今天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布兰娜的团队来会面 而代表团也表示 双方就总体经济歧视的议题来进行意见的交换 那么至于在峰会的现场 每年惯例的领袖大合照 这一次蛮特别的哦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竟然被安排在远离主办国拜登的位置哦 而且外界就讨论说 美国是不是想要边缘化习近平 APEC峰会台湾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在驻美大使萧美琴的陪同下 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布兰娜团队见到面了 这或许代表有机会见到美国总统拜登 双方针对总体经济情势 台美经济关系的合作深化等议题进行交换意见 那么这个会议历时三四十分钟之后 张忠谋转往APEC领袖会议的会场 来到APEC峰会现场 在领袖合照时 各国代表是很有效率的占定位置 但仔细看才刚刚和拜登进行会谈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位置远在天边 他和拜登中间隔了三个人 站在镜头左边倒数第二位 如果没有日本手下安田文雄作陪 让外界怀疑习近平会不会 被边缘化到差点出狂 拜习会表面上看似进行好好的 结果拜登似乎脱稿演出称习近平是独裁者的当下 可以看到在座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整张脸瞬间变成苦瓜脸 还微微晃头显得坐立难安 不过拜登在APAD致辞时 则说美国无遗憾大陆脱钩 拜登接着说美中关系稳定 对全世界都有利 这番言论似乎是为了自己独裁者说法 紧急灭祸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拜习会结束之后 其实让外界也有一点点物理看花 看起来好像中美关系有稍微往前迈进 但是又有点看不太懂 最后外界分析说 其实这一次拜习会 美国可以说是赢了李子 也就是恢复了美中的军事联系 而中国可以说是赢了面子 就是看起来跟美国平起平坐 所以今天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运文好 世音好 大家好 晚安 好 运文想要请教你怎么看 因为有外媒甚至认为说 这一次拜习会等同结束之后 好像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 应该说这次拜习会看起来是吹了暖风 好像是中美关系解冻了 但其实长期来看整体而言 其实拜习会对于美中关系 真的要变得非常的黄金时代的过去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来看到是有根据三份 就是美国的媒体三大媒体的分析 首先来看到是CNN指出说 这次的拜习会基本上是满足了较低的期望 好 为什么 因为在拜习会前 大家对于这个见面期望值不高 所以这次其实算 游玩就是打到基本的满足 达到这样的状况 那再看到是说呢 尽管双方避免到灾难性的对抗 但是美中关系的轨迹看来 注定的这个走向还是对抗的 所以必须通过比较不断的管理之下 来防止公开的冲突 这是CNN的观点 那再看到第二个呢是说这次的关系呢 基本上尽管达成到了恢复了军事的接触 跟合作遏制这个毒品分探营的生产 还有AI的这个对话等等共识 但是美中之间在对台湾的这对台选举 南海争议呢还是很分歧的 是各说各话的 像美国照样对台军售等等的 所以未来可能这些成果 都还是会有压力的撤走的情形来发生 那最高的纽石是最悲观的说呢 这个再见了中美的黄金年代 他说即便这两国呢 在今年夏天是不断采取比较和缓的措施 是来稳定这个紧张局势 但是他说残酷的现实还是存在的 就是美中在新时代必然会有发生冲突 其实不知道说这冲突会有多么的激烈 所以整体而言美中对抗的这个主旋律是不变的 只要透过竞争来管控分歧 并且分歧扩大成更大的灾难 是当然哦 现在美中都希望这个分歧不要再继续扩大 那我们其实先前有讲到说 这个拜祈会开始之前有外界就分析说 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 习近平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比较低迷 他会比较希望美中的关系恢复比较和缓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韵文 这一次拜祈会 习近平中国大陆这边真的有得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可能或许有部分是得到了 因为我们看到是中国的官媒都是很正面的说 这是个很棒的拜祈会是个吹暖风 是未来早上共好的方向来走 都是个比较认为美中关系 直跌回稳的报道的宣传的方向 不过我们来看到是毕竟因为习本人就有说到 中美两大国呢是不能够不打交道 是不行的要打交道的 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来讲 是看到是美方并没有妥协没有让步 但是呢中方似乎是有点让步的情形 最有达到是美中之间有沟通 来管控彼此的关系 恢复很多各方面的中美沟通 来重回到正轨 尤其是之前呢 培洛西访台之后 中方片面暴富式的就中断了中美的军事沟通之后 他们的情绪宣泄完之后 已经时过境迁了 那过了一年多之后呢 现在同意是要恢复这个中美的军事沟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对于说打击这个毒品分泰宁 是有蛮一定的共识 所以呢美国也宣布要撤销 对中国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制裁 移除他们的实体清单 让这个单位呢可以获得美国的商品 来共同打击这个分泰宁 毒品是一大的进展 另外呢也同意说 中美之间来建立这个AI对话 还有呢大幅增加中美的直航的航班 跟扩大这个工商的交流 所以其实对中方来说 可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发展 来挽救他们出口的表现 是没错 像观众朋友X-Man 他就说这一次败机会 他认为是可以 他说满则意 不好才有好的可能 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 另外Lucas则是认为说 其实现在美中关系是还没有解冻的 但是希望不要再恶化下去 对没有大家都那么希望 是没错 那我们非常谢谢韵文 今天来到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信音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知道这一次 EPEC领袖峰会的场边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除了跟拜登见面之外 他当然接连也跟 跟中国大陆关系 比较紧张的国家元首来会面 像是日本的首相 他们也进行了所谓的暗席会 那当然岸田文雄 当然就直接的要求 希望中国可以解禁 禁止日本水产进口 还有撤除钓鱼 到台最周边的浮标 然后中国大陆的主席习近平呢 他也会见了菲律宾总统 小马可氏 当然讨论的就是南海正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睽違一年又在EPEC场边会晤 握手约十几秒便展开双边会谈 我很高兴 同首相先生我们再次见面 两国关系 尽管历经风雨 但总体上保持发展势头 开场白先说好话 日本同意建立基于 共同利益的策略关系 但是关切中俄在日本海域联合军演 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平 是日本在内国际社会非常重视的 岸田文雄更直言 日中近来最大争执 除了针对核泛水引发的水产馆 这问题还有钓鱼台争议 不只跟日本关系不太好 北京跟菲律宾更紧绷 连续数月爆发海上争议 水炮攻击 甚至要求飞方运捕人案暗杀之前 需先通知中方被飞国拒绝 习近平要亲自会晤小马可事 习近平在iPad场边 跟有争执的国家面对面 援手外交 毕竟要控制局势 有沟通总比没沟通好 TVBS黄关伟陈永文综合报导 好我们也知道大陆近几年 非常积极的在发展所谓的新能源车 当然这个市场非常的激烈 但是现在看起来 竞争恐怕又要更激烈了 包括像是手机品牌的厂牌 华为跟小米也来封一杯羹 小米的电动车SU7的官方照片 也首度的曝光了 而外界就认为由于 小米一向都有所谓的价格屠夫之称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再掀起一波价格展 现在我乘坐的是一款电动载人飞碟 它可以手动驾驶 也可以自动驾驶 碳纤维外壳 重量轻盈 在户外飞行时 可距离地面200多公尺 另一款由小鹏汽车生产的飞行汽车 能够飞上天 还能在陆地跑 按个按钮切换自如 大陆车企竞争激烈 现在号称价格屠夫的小米 也加入造车行列 官方照片首度曝光 在工信部公示的第377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新产品公示中 两辆产品商标为小米牌的汽车在列 号称地表最强 苹果分析师的郭明奇透露 小米汽车首批出货 约5到6万辆 卖点是自动驾驶 软体生态系 800V高压超快充与动力配置 目前市场预估价格将落在30万人民币 若能低于25万人民币 甚至更低 出货量还有上修空间 所以我们的参与化的体验 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疫情障碍物 势必让大陆车企重新洗牌 陷入更严峻的价格竞争 欧盟宣布将针对比亚迪 上汽吉利汽车 启动首批反补贴调查 若未来开征反倾销关税 将对大陆车企 形成另一项重大挑战 TVBS新闻黄冠伟 戴玥丽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